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学长的公寓里经常出现一个女人的影像 为此老学长搬了很多次家 但是无论怎么搬家 女人的影像仍然如影随形地跟着老学长 于是大家就一起来到了老学长的公寓里进行调查 公寓的墙上含流着那幅诡异的女人影像 接着大家就开始翻箱倒柜的寻找线索 而男主顺手拿起了一个玩偶 通过玩偶男主瞬间看到了一个持刀杀人的女人 女人浑身是血 眼神阴森 表情猙獰 男主也是被吓了一跳 剩下一群不知情的人决定在房间里继续等待静观其变 到了晚上 女鬼就从墙上爬了出来 还瞬移到了女主的身后 男主情急之下拉着女主就跑 其他人看到情况不对也纷纷地跟着跑了出来 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男主是可以通灵的 男主认为女鬼的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冤情 于是带着玩偶找到了售卖玩偶的杂货店店主 并询问起了玩偶的故事 店主告诉众人 其实自己当初并不想卖掉玩偶 只是粗心的店员误把玩偶放进了盒子里 才会导致玩偶不小心被卖了出去 接着店主带着众人来到了女鬼身前的家 原本店主和身前的女鬼是心意相通 亲眉足马 可是女鬼却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亲爹早逝 亲妈带着女鬼改嫁后不久也因病去世 无依无靠的女鬼只能和继父生活 继父却经常对女鬼施暴 这时女鬼突然现身 男主利用通灵技能触碰到了女鬼 然后看到了女鬼身前的往事 原来女鬼死前竟然怀上了继父的孩子 女鬼生下了死胎 精神崩溃刺死了继父 随后也跟着自杀了 而女鬼之所以找到男主 就是为了向男主寻求帮助 店主也为自己当时没能及时拯救女鬼脱离苦海而悔恨不已 最后大家把玩偶放到了死去的宝宝身边 附身玩偶的女鬼也因此得以和宝宝相聚完成了心愿 之后大家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某间男主正在和社团的成员闲聊时 突然又看到了一只女鬼 与此同时 学校里也传开了一个女生跳楼自杀的闹鬼事件 超自然社团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决定找出真相 这天男主偶然经过 在门外听到了社长和成员的谈话 社长认为男主的能力太过强大 如果和女主走得太近 单纯的女主很容易被鬼附身 遇到危险 男主知道后心情异常沉重 考虑到女主的人身安全 男主便刻意地疏远了女主 不明所以的女主心里自然是很不好受 这时八卦的咖啡店老板过来和男主聊天 谈起了自杀事件 从老板的口中 男主得知死者胖妹 身前和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是好朋友 自从好朋友死后 教授的女儿每天足不出户 非常的消极 教授为此伤透了脑筋 老板也希望男主能尽量帮助一下教授 因为害怕自己的能力牵连无辜 男主决定独自去调查这件事 但是社团成员早已把男主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在察觉到男主的疏离后 社团便各种做男主的思想工作 最后还是女主出面才说动男主重新回到了社团 为了帮助教授及其女儿 大家先是试着办了一场通灵会 希望能通过帮同学完成愚愿的方式 让教授的女儿打开心扉 在通灵会上女儿告诉大家 胖妹是自己的偶像 胖妹不仅长得漂亮 成绩也优异 在学校里的人缘也非常的好 然而就是因为太过优秀 胖妹也因此招来了同学的嫉妒 还让很多男同学甚至是男老师对其产生了非分之想 但是在这些人中只有同样优秀的校草才能配得上胖妹 两人之间也对彼此非常欣赏互相喜欢 这时女儿出现了异样 通灵盘也自己动了起来 原来女儿早就被胖妹的鬼魂附身 优秀的女生其实是教授的女儿 当初胖妹暗恋校草 结果却被校草当面拒绝 这时女儿过来找校草 两人牵着手就一起离开了 两人恩爱的一幕 更是让本就伤心的胖妹受到了刺激 于是一时冲动之下 胖妹选择了跳楼自杀 之后胖妹便附身女儿 开始像以前一样大吃大喝 过着颓废的生活 于是女儿的身体活活的被胖妹给搞垮了 现在胖妹开始嫌弃女儿的身体 盯上了女主 接着趁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附身到了女主的身上 为了把胖妹从女主的身体里赶出去 男主就开启了无敌嘴炮模式 表示要当女主身体的跟踪狂 胖妹成功的被男主吓到 离开了女主的身体 社长趁机抓住了逃跑的胖妹 将其封印在了通灵盘里 电影的最后 教授的女儿则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女主也对男主表了白 也算是个不错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